那小賴 你現在也會跳嗎 當然啦 真的嗎 我們舞堅情是看我舞蹈起盛 其實為什麼你旁邊那位老師 易寬老師 這麼愛評論所有的唱跳歌手 卻沒有評論到舞堅情 因為我覺得我們舞堅情 在不在老師的唱跳範疇裡面 老師你知道你堅情嗎 他們我知道 但他們很難評 對 因為我們很混 為什麼很難評 因為他們只有 小賴在認真跳舞 在表演之前 有幾位非常嚴厲的前輩們 歡迎 周定維 小賴老師 易寬老師 還有張琳老師 對 周定維大家都知道他很厲害嗎 上次他在節目上面也又唱又跳 而且舞台劇的發展也是 歌舞劇 太厲害了 你覺得唱跳歌手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舞台魅力 就是你今天就算唱得不夠好 跳得不夠好 但是你的舞台魅力都撐不起來的話 那真的是 放棄唱跳 所以唱得又爛跳得又爛 還會有舞台魅力嗎 有些人說不定就是自信爆棚的那種 但至少他還有可取之處 對 這很重要 所以看你心中有沒有這種歌手 就又唱得爛又跳得爛 但是你就是覺得他好迷人 好會表演 表演力十足 我想不到 所以你剛剛講到是不是廢話 可能有吧 我要回去找一下 還是你心目中有沒有哪一個唱跳歌手 是你覺得 從來 對 你覺得他不贏 Jolene Irene 對 非常厲害 而且因為Jolene她本來不是 天生就很會跳舞的 她是靠不斷地努力練習 所以我就覺得 嗯 就是大家都不要說 舞跳不好或歌唱不好 都是藉口 只要你們努力練習 一定都做得到 哇 那小賴 你現在也會跳嗎 當然囉 真的嗎 我們舞堅情是靠我舞蹈起盛耶 真的嗎 是 你是舞蹈擔擔 我是春起舞堅情的唱跳的部分 就是全部人只有我有唱跳 你不是說唱的部分嗎 說唱是 你說老舌 老舌是樓君說 不是說唱啦 是那個 情歌 彈笑 沒有 我還是我認真說過 我說他是搞笑擔擔的 就是這樣 比如說要講一些幽默的話 同類的上節目幽默 但是我真正在社會上走跳是唱跳 你之所以一直很好奇 為什麼你旁邊那位老師 易寬老師 這麼愛評論所有的唱跳歌手 卻沒有評論到舞堅情 因為我覺得我們舞堅情 在不在老師的唱跳範疇裡面 老師你知道舞堅情嗎 他們我知道 但他們很難評 因為我們很混 為什麼很難評 因為他們只有小賴在認真跳舞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惜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鈴鈴鈴